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樂做料理 甜蜜幸福在一起 趕快一起來看看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大廚 我們要不要喝豆漿 我們剛剛去買的 對啊 熱熱的很好喝喔 可是我不想喝耶 為什麼啊 你看起來 怎麼這樣悶悶不樂的 你是被媽媽罵了嗎 不是啦 我早上想要做早餐給媽媽吃 可是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可以做上面是漢堡啊 這些我都做過了 我想換點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喔 對了 那妳可以做中式的早餐啊 中式早餐 是稀飯嗎 還是燒餅油條 香師傅這太難了啦 都不是 是台式飯糰 台式飯糰 材料有 白飯300克 蘿蔔乾20克 油條4條 還有肉鬆10克 蛋2顆 首先呢 我們要把蛋打散 好 接下來我們在鍋子裡面 可以加一點油 來煎蛋喔 翻過來囉 好 1 2 3 好厲害喔 切成4份 好 蛋煎好了 接下來呢 準備一塊布 還有抗熱的塑膠袋 我們就把白飯呢 放在上面 好 可以用湯匙或是飯匙 把它壓扁 接下來就可以把肉鬆 還有蘿蔔乾 撒一點在上面 然後再放上煎蛋 把它滴一下 再放上油條 油條 放上去 放好了嗎 好了 好了 接下來呢 再把飯呢 蓋在這上面 全部放上去了 對啊 好了… 這樣子把它瘦起來 接下來又到了 我們的什麼時間 捏捏捏時間 就一起來唱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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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怎麼做呢 一樣把飯先放在塑膠袋 還有布上面 接下來把拌好的砂糖 還有花生粉一樣的撒進來 好 還要放上葡萄乾還有油條 好 再放油條 再把飯蓋在這上面 平常去買的飯糰它是用糯米 吃起來是不是比較Q 比較黏 因為有些小朋友腸胃比較不好 吃糯米 肚子就會不舒服 用白飯也是可以 好了 甜的飯糰也做好了 甜的 甜的 台式飯糰 完成了 怎麼那麼太一樣了 台式的傳統飯糰 不管是鹹的還是甜的 都充滿暖暖的古早味 讓我們趕快來試試看吧 美味看到 趕快吃吃看 自己做的飯糰特別好吃耶 對啊 而且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對啊 平常我們在外面買到的飯糰 是用糯米做的 可是用白米飯做的飯糰也很好吃喔 我明天一定要做這個給媽媽吃 蝦師傅 謝謝你 不要客氣啦 電視機前面小朋友 也趕快動手試試看囉 料理甜甜甜 下次見 拜拜 掰掰 將散彈煎熟 準備一塊棉布 套上燙熱塑膠袋 沾白飯鋪皮後 鋪上肉鬆 擠蘿蔔乾 放上煎蛋 擠油條後 再鋪上一層飯 將飯糰揉壓成形 就完成囉 前飯糰只要將材料 換成花生粉 砂糖 和葡萄乾就可以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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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